實際上特別注意喔 這邊實際上裡面寫的是7 那為什麼外面顯示的是特別號呢 其實就在格式上動手腳就好 按右鍵儲存個格式 如果說裡面是7 外面要顯示為特別號的話呢 那你可以在那個格式裡面 格式裡面哪裡呢 本來是通用格式好了 你就點一下制定 制定之後呢 請你把這個上面輸入特別號 按確定之後呢 它外面顯示的就會是特別號 但是裡面存的還是7 那我們在運算的時候呢 自動也會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是7 所以是第7大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想要知道說 這個號碼呢 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是第幾列 那以往我怎麼看呢 找到它 那往下找到 光找你就找到頭我腦脹了 那所以這裡喔 用什麼方式 我想要知道 它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是第幾列 那用哪一個函數呢 這邊呢我們可以用一個叫match 這個match呢也蠻常用 就是說如果我希望找它在這個範圍的回傳告訴我是在第幾列 我可以用match這個函數 那match這個函數裡面要怎麼用 第一個也是一樣 LugarValue這個跟VLugar有點像 那它的要找的在這裡 那Lugar這個array就是一個範圍 一個陣列的範圍 那這個範圍的話呢 同樣從這邊往下選 按shift到這裡 接下來的話呢 比對的模式我要完全比對 所以輸入0 輸入0就可以 那你會發現它回傳一個數字 15按確定 也就是說呢 它的位置喔 是在15的位置 你說才剛動一下 又跑 為什麼 一樣的問題 這個按照 這個按照